現在我們挖完這個洞之後 我們有三個洞要挖 這個挖第一個洞 那第二個洞第三個洞呢 不好意思喔 我們就不要再自己畫了 因為這個東西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那怎麼做呢 一樣選擇你剛畫出來這個東西 這個叫Pocket Pocket挖洞 好那Pocket選起來 上一次是不是有講鏡射 還有這個環形 環形是不是長椅子的腳的 好那我們現在呢點它 然後360度呢三個 這樣三個洞就畫了 然後選OK 這樣子三個洞就挖好了 那挖完之後 挖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我們現在要倒斜角 這裡只是斜角 這裡是圓角 好它都是10 好所以我們現在呢 設這一個 那如果要選這個的話 這條線是不是不見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一次做三個 按Ctrl 現在我按Ctrl按著 這三個線段都選起來 各選起來 然後選這個斜角 然後長度是10 這樣子就做好斜角了 選三個 三個都要選 那選這一個呢 只要選一個邊就好了 這個倒圓角是10 這個是圓角 這個是斜角 我們倒一個10的圓角 所以這個椅子的椅面 已經做好了 等一下 這個做完之後 等一下來長這三隻腳 這三隻腳在這邊 這邊這邊畫一個圓 然後再長三隻腳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畫椅子的腳 椅子的腳 在椅背 距離圓心點是160 然後圓心是30 然後長一個 長度是180 好那我們現在 這個跟畫桌子一樣 因為我們這邊是椅子的上面 對不對 椅子的腳是不是在這一面 所以我們點這一個面 一樣選草圖 那選草圖之後呢 這邊沒看到 你說這邊沒看到沒關係 先畫一個圓 半徑30 那麼這一個點跟它 接在一起 這一個點 Shift O 跟這個點的距離 Shift V 160 這樣是不是就完全圖 對不對 長椅腳其實是很簡單的 那完全圖之後呢 長一個厚度180 然後就長一隻腳出來 然後長三隻腳呢 一樣 跟剛剛一樣 選這一個 選這個環狀的 3 好啦 這樣子 你就 畫好 這一個椅子了 那完了之後把它存起來 存成Chair 第二個 模型就是Chair 這樣子 好 這樣子椅子就畫完了